在今日总咨询的议程中 先愿吴国昌感谢许县长神人之后 积极地营造南投宜居城市 也在南投县各地积极地推展观光 让游客来到南投游玩促进地方的发展 但同时南投生育率低的问题 也是这次他们小组咨询的重点 希望县府能够透过各种方式 让人才留在南投县 并且针对托育以及保姆考照等方面来做加强 营造更好的育儿环境 让年轻人愿意来生育 议长和顺丰表示 让南投县民感到安居乐业 才能够留住年轻人 而南投县目前最适合发展的方向 是观光产业 因此朝观光方向来规划 也能够提供更多的酒业机会 让年轻人在经济上没有负担 也更愿意来生育 才能够解决人口流失 以及生育率低的问题 要怎样让南投县民感到安居乐业 要怎样让南投县民感到安居乐业 有工作人家做 有钱人贪 还有幸福 应该我们安居乐业 我刚才说的 这百分之九十几岁的山坡市 应该要为观光 来发展 让更多人进来南投县民感到安居乐业 在经济宪政总职讯的议程中 议长和顺丰以及县院吴国昌 肯定许县长为南投县带来新的发展契机 同时也期许许县长 能够在观光产业推展 以及营造好的育儿环境上 多规划一些利多的条件 使年轻人能够留在南投工作 借此提升南投县的人口以及生育率 记者重为一 南投县议会采访报道